清除于蓝能否胜于蓝 QJ摩托赛450对比穿骑NINJA400 差距到底有多少 先看发动机 赛450搭载449cc一部双缸水冷发动机 最大马力53匹 峰值扭矩43牛米 穿骑NINJA400搭载399cc一部双缸水冷发动机 最大马力47.6匹 最大扭矩37牛米 因为排量更大 动力数据赛450有较大优势 再看配置 赛450配备了马祖奇的倒立式前减震 中置多连杆后减震 原厂定封翼 单摇臂 双油门拉线 前双叠杀 全彩TFT仪表 手机投屏 胎压监测 智能车联网 两种骑行模式 TCF牵引力控制 带背光的车把按键 双USB充电接口 全车LED车灯 原厂双闪功能 NINJA400配备有 正立式前减震 中置多连杆后减震 单拉线油门 机械组合式仪表 传统方管后摇臂 前单叠杀 LED车头灯和尾灯 无双闪 USB充电接口 全彩仪表 TCS 车联网 胎压监测等功能 功能配置 Size450同样具备很大优势 然后再看一下硬件数据 Size450整备重量173公斤 坐高785毫米 油箱容量14.8升 配备马吉斯的半热绒轮胎 NINJA400整备重量168公斤 坐高785毫米 油箱容量14升 配备邓路普的半热绒轮胎 Size450体重略大 但是超出的动力优势足以弥补 剩下的大差不差 最后来看售价 Size450价格为31999 NINJA400价格为49800 这两台车价格相差17000多 对于预算紧张 但由追求功能配置的车友来说 Size450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喜好面子 预算充足 追求进口品牌的车友来说 NINJA400会更合适 最后来听听他们的声浪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